原标题 鸟类的也不少 比如 两个黄黎明翠柳 似曾相识燕归来 衡阳燕去无留意等等 而所有关于鸟类的诗歌中 喜鹊 这种鸟类奇迹应该是最多的 在中国古代 喜鹊被认为是一种极强的象征 自古有化血照洗了风俗 这种鸟类小巧玲珑 叫声婉转好听 深受人们喜爱 古代常常把喜鹊当成爱情的象征 慈牌民中的雀桥仙 雀踏之都歌颂喜鹊 有终日望君君不至 曲头文雀喜的家具 牛郎之女的故事 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 两人被一条银河划开 据说 每年到了七夕这一天 他们才能相见一次 因为喜鹊为他们搭桥 所以 古代民间有一种说法 七夕节当天看不到喜鹊 因 为他们都去给牛郎针旅搭桥了 古人对喜鹊的遐想固然美好 然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喜鹊毕竟是一种鸟 按照达尔文的说 世界上每种生物都是试着生存 但奇怪的是 如今的喜鹊越来越少了 如果你是00后的话 又不出生在农村 或许至今都没有见过喜鹊吧 为什么喜鹊越来越少了呢 其实许多动物的减少 都跟中国人吃的文化有关 我们吃起来 当真是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 还有些好试者喜欢打鸟 比如50年代之际 麻雀几乎被打绝 但大多数人都不会打喜鹊 认为这样不吉祥 大家也不吃喜鹊肉 为什么喜鹊越来越少 展开全文根据科学原因分析 说来听惭愧 喜鹊的减少跟人类某些行为有关 上个世纪80年代 喜鹊还经常飞到天空击击喳喳的叫 到21世纪之后 基本就没了 因为喜鹊赖以生存的环境被人类破坏了 喜鹊一般在树枝上打窝 但从80年代开始 大量砍拔导致森林减少 喜鹊的生存环境也不断恶化了 含有大量农药的使用 也影响了喜鹊的反应 喜鹊是砸死鸟类 一般会在田野 果然中觅食 有些虫内吃了农药 本是已经有毒了 喜鹊又吃掉这些虫子 自然也跟着中毒 导致反应基因紊乱 渐渐的喜鹊 也就越来越少了 要是一直这样下去 恐怕我们的下一代 当真就见不到喜鹊了 当我们向他们讲牛郎之女的故事时 甚至要告诉他们 喜鹊是传爽 中的一种鸟 不得不说这是自然界的悲哀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